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在百货商店工作 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 周迅经常能够偷偷观看电影 这段经历让他对电影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许正是这一段经历 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拨下了希望的种子 周迅在完成初中学业后 既考入了是重点高中 也被浙江艺术学校的民族舞专业所录取 尽管父母希望他能够专心学业 走上稳定的职业道路 周迅还是选择了追随自己对艺术的热爱 进入浙江艺术学院学习舞蹈编排和民族舞 这为他未来角色的塑造 开启了更多可能性 因为外貌出众 周迅和同学曾被选为挂礼模特 一度成为整个浙江省挂礼封面的面孔 1991年 导演谢铁黎 偶然看到了挂礼上的周迅 便千里迢迢找到他 邀请他参演《古墓荒斋》 在北京拍摄期间 周迅在一家酒吧 邂逅了初恋雷鸣 一个在音乐圈小有名气的歌手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坠入爱河 但好景不长 雷鸣对周迅的工作态度并不理解 最终导致两人分手 周迅形容这段初恋 如同一颗未熟的橄榄 酸涩而难忘 古墓荒斋的拍摄 也为他打开了演艺生涯的大门 周迅重返杭州 继续投身于民族舞的学习之路 而之前的拍摄经历 让他对影坛产生了浓重的兴趣 1993年 他与在杭州进行表演的斗篷 不期而遇 斗篷斗为的堂弟 身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 与周迅一见倾心 周迅为了斗篷 毅然决然放弃了舒适的杭州生活 选择追随他至北京 开始了他的北漂的生涯 起初在北京的生活充满艰辛 周迅只能在歌厅助唱来维持生计 品尝生活的苦涩 幸运的是 斗篷对他照顾有加 为了避免他挤地铁 公交 他甚至向父母借了8000元人民币 为他购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 在此期间 周迅也陆续参演了几部电影 逐渐在影坛展露头角 尽管事业如日中天 但他的感情生活 却遭遇了重大转折 交往第四年时 周迅与斗篷计划共筑爱潮 然而囊中羞涩 周迅不得不硬着头皮 联系所有认识的导演 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终于 他们凑够了买方的钱 并且装修完毕 指代搬入 然而 斗篷突然表示 想要独自生活 让周迅大感意外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了 斗篷解释说 过度的宠爱 让他难以集中经历工作 这对周迅来说 是巨大的打击 他试图通过学习烹饪 来挽回这段关系 但终究 无法让斗篷回心转意 两人在一年后分手 周迅后来 回忆道 我不后悔 只是觉得有些可惜 如果没有分手 说不定我们现在 已经有孩子了 1998年 周迅在拍摄电影 苏州河 期间 遇到了贾鸿生 两人一见不顾 彼此被对方的气质所吸引 虽然因喜结缘 但贾鸿生对于周迅而言 或许只是生命中的一个 过客 这段感情最终也在一年多后 画上据点 1999年 周迅因出演电影《那是花开》 而结实了朴树 他非常欣赏朴树的才华 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 然而 朴树的敏感孤僻 和不擅长社交的性格 使得这段情感未能持久 分手后 两人仍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时常一起喝茶聊天 或许他们心知肚明 这不是爱情 2000年 周迅参演了李绍红导演的 《大名公词》 饰演了少年时期的台平公主 这一角色让他生名缺起 周迅在剧中的表现活泼可爱 古灵精怪 成功获得了第18届金英奖 最受欢迎女演员的荣誉 媒体更是在那一年 将他与张子怡 赵薇 徐敬磊 并称为四小花旦 在2001年的某个转折点 周迅与陈坤英合作 向物相语 又向风而结缘 开启了一段 长达20年的深厚友谊 同样在这一年 周迅因出演古装剧 《摄雕英雄传》 而与李亚鹏相识 两人分别扮演 黄荣与郭靖 将剧中心意的情感 延续至现实生活中 然而 当时李亚鹏 正与深爱她的女友 徐敬保持着恋爱关系 徐敬 自2000年以来 便与李亚鹏公开恋爱 她以 某女郎 身份在影视与音乐界 小有成就 而李亚鹏 更曾公开表示 两人正计划婚礼 周迅的出现 却让一切 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徐敬在探班时 发现了李亚鹏对周迅的情感转变 失落之余 深情一撇后 黯然离去 李亚鹏与曲颖的关系随之结束 他与周迅开始了他们的恋情 周迅或许未曾遇见 这段关系并未如他所愿 终结李亚鹏的情史 反而李亚鹏不久后 便与天后王妃传出了绯闻 2003年周迅与李亚鹏的爱情落幕 而李亚鹏很快与王妃走到了一起 在这段情感旅程中 周迅倾注了所有 却未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尽管经历了深刻的打击 周迅的爱情之火仍未熄灭 他在一次采访中坦言 爱情是一段旅程 即便受伤 也不会放弃寻找真爱的勇气 2004年 在刘若英的推荐下 他遇到了造型师李大奇 周迅当时正为自己的首张专辑 《夏天》 寻求何时的造型师 而刘若英的一番话 促使他与李大奇相识 两人不仅迅速成为之友 更是情组暗生 忠诚嫁偶 恋爱的甜蜜 让周迅的失业 也盈满了新的高峰 他凭借 如果爱 夜宴 及李米的猜想 分别获得金像奖 及金马奖的殊荣 周迅还多次公开 向李大奇表达爱意 坦言 没有李大奇 我将无法生存 我们注定要共结连理 然而 当众人为他们的爱情 送上祝福时 2009年6月 周迅的经纪人黄峰 宣布了令人唏嘘的消息 周迅与李大奇 结束了五年的情感旅程 两人正式分手 经纪人透露 两人的分手 归根到底 是因为 近年来各自为事业奔波 相聚少 分离多 爱意悄悄转为友情 这看似让周迅在事业 与爱情之间难以两全 2009年9月 周迅大方承认 与王说的恋情 王说为了表达爱意 不惜以388万元 竞拍子坛宫殿模型 赠予周迅 不料却因此深陷淋雨 到了2010年 两人宣告分手 此后 周迅似乎对爱情 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不再急于寻找另一半 而是投身于事业之中 但命运的转机 发生在2014年5月 当媒体曝光周迅 与美极华裔影星 高盛员的亲密合照时 两人看似恩爱无比 同年7月16日 他们在杭州一场 慈善晚会上举办婚礼 并于7月31日 正式完成婚姻登记 那年周迅39岁 婚后的周迅 依旧活跃于影视圈 认真投入每一次拍摄 众人皆说 周迅中获良远 不会下厨的他 也开始尝试烹饪 高盛员对周迅的疼爱有加 拍摄期间 他甚至向导演请假 庆祝妻子生日 这一幕令人动容 面对记者关于 闪婚是否过于仓促的提问 周迅坚定回应 若犹豫 则可能错失 尽管如此 婚后的周迅依旧盲目 自2016年起 公众厂核仙少见到二人同框 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周迅42岁的生日 周迅的婚姻状况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面对离婚的传言 双方经纪人 双方经纪人给出了不同的回应 高盛远的经纪人 坚称二人为离婚 而周迅的经纪人 则选择了回避这一问题 直至2020年5月22日 高盛远在社交网络上 删除了与周迅的所有照片 包括婚礼照 12月二人宣布离婚 为这段姻缘画上句号 网友对周迅的离婚反应平淡 似乎大家更习惯记住 她在大名公词中 清澈灵动的太平公主 人间四月天里青涩的林徽英 以及像物像语又像风 种热情奔放的杜心语 在演艺之路上 周迅的才华备受认可 黄磊曾赞她为天生的演员 能够演绎千年芳华 尽管周迅的爱情不坎坷 她却表示自己 永远不会对爱情失去信心 生活中难关总会过去 尤其是有像陈坤这样的 知友在旁知识 陈坤还被网友爱称为 中国第一训吹 足见其在好友心中的地位 尽管时光流逝 周迅已不复当年之青春 但历经沧桑后的她 更显真诚与坚韧 她以自己的方式 不拘泥于旁人目光和世俗规范 展现了独特的个性 无论是在国际红毯上 露出激动的表情 惊叹 好多人啊 还是在《相信未来》 线上慈善演出中 随意在街边借用反光镜录制歌曲 都展示了周迅最真实的一面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岁月虽然无情 但真正的美丽与魅力 永远不会消逝 让我们一起向周迅学习 拥抱那份真挚无畏 和勇敢开放的态度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